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清晰地记得 母亲支教的那一年 正好赶上我在备战高考 支教 以前没听你说过呀 通知一下来我就报名了 小静马上就要高考了 现在是孩子的这个关键时期 你这一走 是啊 孩子马上就要高考了 要不这样 咱跟校长把情况说一下 这次你就不去了吗 让校长选择更合适的人选 你说呢 这次是我自己要求去支教的 组织上也批准了 再说了 我又是党员 撤下来不好吧 老李刘 你要相信自己的女儿 妈 你决定了 要不这样 你再考虑一下 妈 你就放心地去吧 但是我有一个小要求 什么小要求 妈 我高考的时候 你一定要回来陪我 哪怕只有几天 好 妈妈答应你 一定回来 一元上草 一岁一枯蓉 一岁一枯蓉 野火烧不尽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春风吹又生 不错 注意力集中啊 我们再来一遍 梨梨圆上草 梨梨圆上草 一岁一枯蓉 一岁一枯蓉 野火烧不尽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春风吹又生 起立 道师再见 不全部再见 小静 小静 你怎么来了 我现在是大学生 支教志愿者 欢迎不 妈盼着你来呢 怎么不打个电话呀 不是给你个惊喜吗 走 回家说 妈 这是老爸给你带的进口奶粉 说你支教条件艰苦 叫你每天喝点补补身体 还有只咖啡 还是你爸想的周到 小静 这次你爸怎么没跟你来呀 妈 你上我爸了 爸这两天啊 要去南风出差 在单位准备材料 你爸身体怎么样 让他帮忙买的药 你带了吗 爸身体挺熬的 你放心吧 药也给你带来 还有最爱吃的 糖醋排骨 桃酥 明天就给这件 妈送回去 妈 你猜我给你带什么 我猜是书吧 妈 你猜对了 丫头 你可真是雪中送炭的 太晚了 你今天也累了一天了 抓紧时间休息 妈明天还上课呢 好吧 我再上去 咱 现在 让把 自己订阅 我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佳妈 多佳妈在家吗 在 多佳妈在吗 在 是镇上的廖老师让我来找您的 哦 廖老师让你来的 姑娘 快进来吧 进来 姑娘 你是头次倒在这里来吧 嗯 这路啊 可不好走啦 坐坐坐 来 喝点水 哦 不用了啊妈 姑娘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你是新来的指教老师吗 就算是吧 姑娘委屈你了 这里啊 可比不上城里 哦 对了 你说是廖老师让你来的 对 她让我啊 把这个药包交给您 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刘晓静 从省城来看我妈的 看你妈 你妈是谁啊 中西小学的廖老师 你是廖老师的女儿啊 嗯 廖老师可是个好老师 娃娃们可喜欢她了 从省城来的老师 到咱们山里教娃娃读书 不容易啊 她还是我家旺队的救命恩人呢 救命恩人 阿妈 你跟我说说 我记得是六月初的一天 那条旺队放学回来 正在做作业 突然喊肚子痛 开始啊 我也没在意 可后来啊 越来越痛 我记得实在没有办法了 就只好去找廖老师 廖老师 廖老师快开门 有急事 廖老师 多急啊 妈 快进来说 别着急 廖老师 你要走啊 我女儿这两天高考 我答应回去陪陪她 那就不麻烦你了 算了 多急啊 妈 你有什么急事啊 你说吧 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我家孙子放学回来 一直喊肚子痛 她爸妈又在外地工地上 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一早急就跑到老师 你这儿来了 你是说妄队病了 妈妈 你别急 我去看看 发烧了 给你送医院 来 快 帮我一把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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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看看孩子说他肚子痛 孩子他父母呢 廖老师 他爸妈在外地打工 这是他奶奶 快 我带孩子做检查 这么多呀 廖老师 赶快坐一会儿 谢谢你了 廖老师 你赶紧回去吧 要不然 赶不上回省城的班车了 来得及 等等孩子的检查结果吧 医生 医生 孩子得的什么病啊 孩子得的是急性盲肠炎 病情已经开始恶化了 如果你们再送来的 他们晚点 情况就不好说了 现在需要马上动手术 他爸妈都在外地 这可怎么办啊 阿妈 你别着急 听医生的 救孩子要紧 你先给孩子爸妈打个电话 把病情告诉他们 医生 你准备手术吧 我去缴费 医生 这样就停掉老师的 好 我马上去做准备 王队的手术很成功 你妈妈在医院守了一个晚上 早上我送饭的时候啊 看着她正在打电话 小静 妈妈这边 有些事情要处理 不能回去陪你参加高考了 你可是答应过我也回来陪我的 妈妈知道 妈知道 妈 我好想你啊 孩子 你妈妈打完电话 我第一次看到她哭了 她把全身心都放在孩子身上 不容易啊 妈妈 妈妈 谢谢你啊 给我讲了我妈那么多事 时候不早了 我先走了 姑娘 吃了饭再走吧 不用了 妈 姑娘 小心点啊 妈 吃个苹果 歇会儿 小静 今天有点不大对劲啊 妈 我有变化吗 怎么不对劲啊 你这又是送咖啡 又是送苹果的 平时在家 也没见你对妈这样 是不是没有见到多吉阿妈 见着了 药又送到了 阿妈说谢谢您 多吉阿妈 还说了你好多事情呢 你高考那年 妈没能赶回去陪你 至今都感到内疚和遗憾 一边是高考的女儿 一边是生疾病的藏族孩子 你说 妈能不管吗 妈 在我高考那年 我不理解你为什么不回来 现在我理解了 多吉阿妈都告诉我了 她说你是她家的救命恩人 说不上什么救命恩人 那是我应该做的 也是藏族阿妈对我的信任 当老师站在三尺讲台上 教书育人 就是你的责任 不管你面对的是藏族同学 还是汉族同学 我们的责任都是一样的 传授她们知识 和她们交朋友 她们才能把你当亲人 他们才能把你当亲人 晓静 我来这里一年多了 我真的很喜欢这里的孩子 看着他们慢慢长大 变化 妈妈觉得值了 妈 明天我想给同学们上一堂课 妈 同意吗 同学们 大家好 我叫刘晓静 大学生志愿者 在贞德校方和廖老师的同意 这节课由我来上 今天 是我第一次走上讲台 第一次给同学们上课 我想把我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 传授给同学们 成为像廖老师那样的好老师 现在我们开始上课 必尽西湖六月中 必尽西湖六月中 风光不语似时同 风光不语似时同 接天连夜无穷碧 接天连夜无穷碧 应日荷花别样红 应日荷花别样红 必尽西湖六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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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西湖六月中 也许西湖六月中 月二月中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陈志湖六月中 尾米三月中 天湖六月中 全新湖六月中 地湖六月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